从这个川普发布推文宣布要加税 我们就知道局势已经不可逆转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一则的信息 说的是中方要求在中美谈判中已经达成的150项协议中 系统性的进行了删改 说明中共在明确捣毁已经达成的一些默契 他们做好了掀桌子的准备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了两点 第一 西方和老沃的主席签署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份协议 他正式的玩他自己的游戏了 第二 川普明确的说 谭不拢 这五就要加税 对吧 其实谭得拢谭不拢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很清醒 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周五之前达成协议 那么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变革的时候 中国在国际社会定位出现剧烈变化的过程中 是不是大家都睁着眼睛看着呢 其实市场的反应是相当快的 川普推文这边出来 中美的股市都开始响应了 那么中国股市在我现在说话的时间内 还在往下跳 连2900点都保不住 会议室呢 尼岸价已经6块8了 已经过了6块8了 其实实际成交价 可能更大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换汇了 有些人换的时间更早 只不过到了这个关卡 原来犹豫的人现在也在开始换汇了 即便美元 有可能会下跌 现在也顾不上了 能换到欧远 能换到日远 哪怕 其他国家的货币 就是你赚到的 因为你不知道中美之间出现问题了以后 中国是不是会死保汇市 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外汇 来死撑的 它能撑多久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换汇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执行这个选择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就是对你今后的出路问题 你要考虑清楚 你如果说我不想走了 我就要换美元 我不管早谁 我换个五十万一百万 摆在家里 我放心 我心里有胆 是吧 那跟早死没什么区别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无论是你还是你要把钱留给你的后代 你把外汇换完了 即便是现金抓在手里 锁在保险柜里 还是你在家里挖个地下室 建一个固若金汤的盐体 都没用 如果你不想走的话 其实你真的不能在国内换这么多现金 在任何情况下 这都是不安全的一个选择 小额的三千五千 是吧 最多两三万美金 这个就足够了 剩余的如果你确实有资产需要换 一定要跳出去 现在还是可以旅游的 尤其是周边国家 根本就不需要刷卡 对吧 刷脸就成 很多地方是落地钱的 即便你就是 到人家的领事馆去办 这种签证 也就几百块钱的事 很便宜 不是 每一个签证都那么困难 你要真有钱 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周边国家都有钱 有的是中国人在干这个事 你不要搞得那么鸡飞狗跳的 带上你的优顿 用网银转账 就可以把这个事搞定 即便你花点钱 花点费用 当真你要把钱转出去的话 其实是有费用的 但是这个费用绝对不高 你也不要过分地信任国内的 这些钱转 因为在国内的钱转 是被严打到对象 而在国外呢 你可以找得到 有金融牌照的公司 通常这一类的公司 他不会刻意的坑你 因为你没那么多钱 需要他搭上自己 钱庄的名字 那么好了 那么有人说 我现在这点钱换汇 也换不了多少 我就存了呗 我就不相信银行 一夜之间就关门了 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多 甚至有人拎出来一个 前苏联时期的笑话 是吧 我这存这点钱 万一要是银行关门了 怎么办 银行的营业员跟他说 你就这么三五万楼部 是吧 如果说因为银行关门了 国家都扩产了 那你笑话来不及呢 对不对 你这点损失算什么呀 头上落大的一个苏联案没有了 对不对 你今后会活得更加滋润 根本就无所谓这些事 所以呢 有许多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银行里可能有一些定期 死期 这个国债 甚至有人去买了地方债 对吧 真要是有这种观念 谁也拦不住 每个人为自己的理想去付出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成年人的世界应该遵守一个规则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 对不对 这很正常 不要去考虑它 真的有人这样想的话 求人得人 是吧 这块卖房的和买房的其实都有 有许多人是把自己在大城市 或者比较房价比较高的地区的房子卖掉 然后换一个小城市 或者自己熟悉的地方 哪怕就是在大城市 他必须要居住的 总要有套房嘛 是吧 我不能老租人家房子 是吧 进口越来越保险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个窍门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 人币需要变动了 是吧 无论是国际环境 还是国内应对统治的需要 那么人币今后 它只能出现一个方向 就是面值越来越大 暴跌是不可避免的事 只不过我们无法预测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暴跌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有一个买房时候的选择 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需要买房的话 其实你有一个选择 就是最少的首付 首付越少 其实少付的就是你赚到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打个比方 你现在买一套房 一百万 是吧 它可以给你首付 30%或者40%让你选 无非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不一样 对吧 首付30%或者更少的话 你的利息就会很便宜 而就会很贵 那么你首付40%或者50% 你的利息就会很便宜 对不对 现在你看到的是利息 你可能一直在拿计算器在算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你现在用最少的首付去买房 如果你必须要买房的话 你用最少的首付去买房 打个比方一百万的房 你现在首付30% 就最少可以首付30% 那么你还有70万 加上15年的按揭 你可能要付一百五十万的分期 对不对 那么现在比如说平均下来 15年之内每个月你要付八千 那么现在你付八千的时候 你会很心痛 但是当人民币暴跌了以后呢 你要付的八千 可能就相当于 现在的人民币几百块 甚至几十块 你觉得那还叫钱吗 而且在整个暴跌的过程中 国家为了保障 他所有政策 金融政策的延续 为了保障政权的合法性 他不可能来专门修改 你需要付万劫的房子 应该涨百分之多少 对不对 所以你未来 所要付的贷款 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很轻松 可以还上的事 你为什么要为他担心 如果大家觉得 中共的这次危机 不会导致经济上的问题 不会导致货币的问题 看一下前苏联吧 看看前苏联最后几年 不说解体 最后几年 前苏联最后几年 他发行的货币 超过了他前面 七十年发行的 整个无步的总量 你还觉得中共 他的经济能够实行 完全的自行管理 你还觉得中共 一向认为的 他们有能力 管好这个国家 其实中共 从建政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能力 管好过自己的经济 无论是陈云这种二半料 还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改革 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都归功于粮票 无粮不稳 对不对 中共现在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实行粮票制度 在中国他一共出现了三十八年 没有粮票 没有统购统销 中共的经济早就完了 改革开放之后 他们引进了西方的 现代银行的规则 但是他加入了 融入了中国特色 他所有的银行体系 并不是现代 他根本就完不转 现在国际社会 不可能再给他提供 任何金融方案了 即便有也是加了毒耳的 他们根本就不敢用 怎么办 他们只能回归计划经济时代 在这个时代 在自由市场 或者叫半自由市场 转回计划经济的过程中 你觉得经济 会不出现问题吗 所以不要对经济 不要对金融抱有任何幻想 如果有人涉及到这几个问题 尽可能慎重一点 你减少的损失 其实就是你赚到 你手中握有的资本越多 你活下去的概率就越大 你给家人就能带来更长久的平稳 这是前提 不要忽视它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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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